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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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点栏目 dn 项我们写成an 公差是d的话 那么他要求dn 项的话 dn 项an 可以写成a1 也就是首项 加上n-1个公差 好 底下我们来说明 这个数列呢 第一项是a1 那因为是等差的关系 第二项就相当于a1加上1个公差 所以我们先写成a1加d 好 接下来第三项 第三项相当于第二项a2加上1个公差 那因为刚刚a2我们写成了a1加d 所以呢我们又可以把它写成a1加d 再加上一个d 也就是a1加上2个d 所以就是a1加上2个公差 好 依此类推 a4呢就可以按照刚刚的方式 把它写成a1加上3个公差 第五项我们就可以写成a1加上4个公差 所以观察一下上面这五项 我们其实就可以推出 如果我要推dn向an 就相当于首项再加上n-1的公差 其实这个很好理解 因为它是等差的关系 所以第一项到dn项中间就差了n-1个公差 好 接下来 关于这样的一个公式 我们有底下的两个练习题 首先我们看一下第一个题目 它是一个等差数列1 5 9 13 我们要透过这个规则 要来求一般项an 好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等差数列首项是1 所以我们先写个a1等于1 那公差的话 我们可以利用第一项跟第二项之间的关系 a2减掉a1就是5-1等于4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数列它的公差是4 接着我们要求dn向了 我们就可以利用刚刚所得到的这个公式 dn向就相当于首项加上n-1的公差 所以我们把首项1跟公差4 带进去之后得到了1加上n-1乘上4 整理之后就可以得到4n-3 好 接着我们看右边这个题目 它也是一个等差数列1 6 11 16 所以我们跟刚刚的方法一样 我们先找出a1是1首项 再来公差的话呢 我们可以利用第二项减掉第一项 减完之后是6-1等于5 因此这个题目的公差是5 接着我们要来算dn向 aN就可以利用等差数列的公式 首项加上n-1的公差 所以我们把首项1带进去 把公差5把它带进去 所以就会得到1加上n-1乘上5 整理之后就可以得到5n-4 好 接着呢 讲到等差数列 我们要特别介绍一个东西 叫做等差中向 什么是等差中向呢 好 如果有三个数字abc 它呈等差数列的话 那b是在a跟c的中间 我们就特别称b是a跟c的等差中向 那它又有另外一个名称 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为算数平均数 好 因此abc之间有一个关系 b可以写成a跟c相加除以2 或者是也可以写成2b等于a加c 好 所以关于等差中向呢 我们来看底下的一个题目 题目说 如果21b跟27 这三个数字乘等差 请问等差中向b是多少 所以我们可以利用等差中向 可以是左右两边的数字 相加除以2 这样的一个关系来算 所以b就相当于21加27 再除以2 所以会等于24 好 接着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应用 如果abc三个数字乘等差数列 其中中间的这个数字b它是7 请问a加b加c是多少 好 那我们只知道中间这一项啊 我又不知道a是多少 不知道c是多少 也不知道这个等差数列呢 它的公差是多少 但是没关系 我们可以利用等差中向的性质来算 a加b加c 其中a加c 虽然我不知道它个别的数字是多少 但是呢 根据等差中向的b相当于a加c除以2 所以a加c就相当于2b 那我们就把a加c换成2b 得到了2b加b等于3b 所以a加b加c的值就相当于3倍的b 也就是3乘上7等于21 好 接着我们来看底下的两个课堂演练 第一个 等差数列80 77 74等等等 请你求首项公差跟第14项 好 首先 从题目当中 我们就很明显可以看到 第一个数字是80 也就是首项a1是80 接着我们来算公差 公差呢 就是可以用第二项 减掉第一项来算 也就是77减掉80 就是-3 所以这个等差数列的公差是-3 接着呢 我们要求第14项 那第14项目前看不到 我们可以根据等差数列的公式 我们要求第14项 就相当于首项加上14-1个公差 也就是80加上14-1 再乘上-3 那记得先乘除后加减 所以我们会算出答案是41 也就是第14项是41 好 接着我们再看第二个题目 它说已知有一个等差数列 首项是10 公差是4 请你求第82项是多少 好 所以底下呢我们先把 首项跟公差先写成符号的样子 A1是10 公差D是4 所以如果我们要求82是第几项的话 我们先假设82是第N项 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到 ANDN项就相当于首项10 加上N-1个公差4 所以等于82的话 我们就可以经过整理 得到了N应该是19 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就知道82是第19项 好 接着我们来看一题思考题 我们在坐火车的时候啊 我们常常会拿到火车票 就要去对号入座 但是呢 同学知不知道 这个火车里面啊 它的座位是有一些学问跟玄机的 好 底下我们来看一下 它说呢 下图是由台北开往高雄的自强号火车的座位图 好 中间是走道 两边都是座位 两边各有两排的座位 那都有对应的号码 单号是在走道的一边 双号是在另外一边 其中呢 1跟2是靠窗的 3跟4是靠走道的 依此类推 好 所以同学可以看一下这个座位图 好 接下来呢 有4个人 有4个人 他要买车票了 现在从火车站买回来的座位是 5车的49、50、52跟55号 好 这4个人各有座位的喜好 它说 小明和小白要坐在一起 小明跟小君喜欢看窗外的风景 小白跟小莉喜欢靠走道 走累了 可以起来走动比较方便 请问按照这几个人他的喜好 我应该要如何分配这个座位 才可以同时满足这4个人的需求 好 首先呢 我们先从这4张票的号码来看 我们应该要把它放到对应的位置 所以我们先观察一下这个座位图当中 每一排有没有共同的一些特性 我们先看第4排好了 第4排呢 它的号码是4、8、12 同学有没有发现这几个号码 它都是4的倍数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一排 第一排是159 那这几个数字呢 它们也有一个共同的特性 它们都刚好是4的倍数再加1 好 依此类推 第二排其实可以写成4的倍数加2 第三排就是4的倍数加3 因此我们可以用一个 一个关系把它表示出来 也就是第一排可以写成4k加1 第三排4k加3 第4排4k 第二排4k加2 那其中这个k是一个整数 好 接下来 我们的4张票的号码呢 我应该要怎么样放 我们发现52是4的倍数 所以我们应该把它放在第4排 那49稍微小一点 它是4的倍数加1 所以我们把它放在第一排 50它是4的倍数加2 所以我们把它放在第二排 但是55虽然它是4的倍数加3 但是它的数字比较大 所以它要放在下一排 所以这4张票呢 它放的位置应该是像图形的这个样子 好 接下来我们要开始安排座位了 题目说小明跟小白要坐在一起 座位的号码是52跟50 那这些座位当中 坐在一起的只有52跟50 因此我们目前知道小明跟小白 应该就是要放在52跟50的位置 但是谁要放在哪里呢 我们继续看 题目说小明跟小君 是比较喜欢看窗外的风景的 所以他应该要坐在靠窗的位置 因此我们就知道小明应该要排在哪里呢 靠窗 而且是右边50的地方 好 所以小白的座位也都确定了 他应该要坐在52的这个位置 好 接下来 剩下49跟55 那49是靠窗的 55是靠走道的 所以我们就知道 应该要把小君安排在靠窗的那个位置 所以剩下一个了 应该是小栗 对吧 那这个小栗呢 有没有符合他的要求 题目说 小白跟小栗 喜欢靠走道 比较方便 所以呢 我们把小栗 排在55这个位置 有满足他喜欢靠走道的这个 这个喜好 因此我们就排出了他们之间的一些 他们的座位的喜好 按照座位的喜好 可以排出他们的座位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下一个题目 这个题目呢 是计算哈雷会心的周期 哈雷 他跟他的好朋友牛顿 他们两个呢 互相合作 成功计算出了一颗彗星 也就是现在有名的哈雷彗星 在1758年的时候 光临地球 而且是那个世纪唯一的一次光临 同时呢 他们也计算出 下一个世纪也仅会光临一次 好 我们先假设 哈雷彗星的周期如果是P 而且呢 刚好是整数的年 那这边讲的世纪啊 像第18世纪指的就是 西元1701年到西元1800年 好 接下来 他们还研究出来说 事实上 古代中国天文学家 早就注意到哈雷彗星很久了 那翻开历史的记录呢 我们可以知道 这个彗星在第14跟第17世纪的时候 都光临过地球两次 在第11跟第12世纪的时候 哈雷彗星只会光临地球一次 好 依照上面的这些条件呢 我们要来计算 哈雷彗星真正的周期 好 它是一个整数哦 周期 好 首先 题目告诉我们说 在1758年的时候 哈雷彗星光临过地球 而且是那个世纪唯一的一次光临 所以我们先把 这个世纪呢 把它找出来 在下一个世纪的时候呢 它也光临过一次 也就是19世纪的时候 光临一次 那我们先把19世纪先画出来 在时间轴上 也就是1801年到1900年 也就是说 从1758年到下一次光临的时候 到下一次光临的时候 所以它落在了19世纪的这里面 那接下来再下一次再光临的时候 它就已经超过了1900年 因此我们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关系 得出周期P的下界值 好 怎么算呢 从1758年经过了一个周期 落在19世纪 再经过了一个周期 这个时间点应该超过了1900 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到1758 加上两个P要大于1900 所以计算之后 就可以得到P应该要大于71 好 接下来 题目又告诉我们说 在17世纪的时候 光临过地球两次 好 那1758已经是属于第18世纪了 所以我们现在要往前推 往前推 1758往前推一个周期 再往前推一个周期 那这两个光临呢 应该都要落在第17世纪里面 也就是1601年到1700年 因此我们就会得到 在往前推两个周期的时候 的这个时间点 应该要比1600年还要多 所以我们就得到了1758 减掉2P要大于1600 所以整理之后 就可以得到P要小于79 好 综合上面这两个 得出来的结果呢 我们就知道 这个P应该要接在71 跟79之间 好 所以 因为它是一个整数年 所以我们就一个一个来验证 我们先来看P等于72的时候 我们把1758先减掉72 得到1686 再把1686减掉72 得到1614 好 我们列出一个表格好了 好 我们发现 但是这两个时间呢 都是17世纪 所以第17世纪的时候呢 根据一开始前面的资料显示 这个会行在第14跟第17世纪的时候 都光临过地球两次 在第11世纪跟第12世纪的时候 光临过一次 所以目前17世纪有两次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那到第14世纪的时候呢 光临过两次 所以目前也是有符合 但是在第12世纪的时候 我们算出 如果P等于72 应该会光 在第12世纪的时候 光临两次 所以这里是不符合的 因此P不可以等于72 好 依照这样的一个方式呢 我们就慢慢验证 我们发现 当P等于73 74跟75的时候 都没有办法满足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76 如果P是76的时候呢 按照这样的方式慢慢回推 我们会发现在每一个世纪 都有符合前面资料 所显示的一些条件 那当然在78跟77的这两个世纪呢 这两个周期呢 都没有办法符合前面的条件 因此我们从这个表格 就可以知道 周期应该是76 以上是等差数列的意义 以及它的性质 谢谢大家